新型导弹护卫舰京洲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 昨天在浙江周山某军港举行 入列命名现场 该舰官兵在甲板分区列队 东海舰队政委王华勇向该舰授军旗 并颁发命名证书 京洲舰的舰造与入列将进一度提高 海军体系作战能力 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京洲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 新一代导弹护卫舰 弦号532最大长度134米宽16米 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 该舰装备有多套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 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 打击敌水面舰艇潜艇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和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是我国新一代主力作战舰行